好,这个台风的降雨呢 光是一个上午,花莲南区累积雨量是超过了300毫米 暴涨的溪水也将轮天变道来冲毁 虽然乡公所以及预理警方早就已经封闭变道 但是一早还是有不少的农民想要过变道巡田 略微减弱的杜树瑞台风 惊人雨量也发挥极大的破坏力 修固卵溪滚滚泥流冲毁轮天变道 一顿重的纽泽溪护栏瞰瞬间飘移 民众看来也忍不住惊呼 看来结束,啊,好了好了 你看看,韩管已经被漏掉了 八点多就已经过来看 这个外围环流的大水 已经把我们变强,沉天大桥冲毁了 修固卵溪上游的轮天变道被暴涨溪水冲毁淹没 由于这条微卓溪滚风与布里竹田两地 重要的农耕变道 因此警方是加强巡逻 碰上了不少农民想要过变道巡田 也一一被警方安全劝离 我知道了,我们在通过啊,身边要小心一点 因为吸血都会暴涨 好,好,好,知道 从昨天起到今天上午为止 杜树瑞台风就为花莲南区带来超过350毫米的雨量 副理箱公所昨晚就暂时封闭六十淡山农路以及轮天变道 避免灾害意外发生 早上的时候可能在六点多的时候有一些居民啊 可能要往返那个轮天跟我们 副理箱的部分的话 也把我们的封锁箱还有相关的柵欄打开 所以早上我们刚刚七点钟的时候 赶快再把两边的两端的这个封锁啊 做一个强制性的一个封锁 把那个柵欄啊 总共用铁链来练住 所以说严格禁止民众通行这个轮天大桥的变道 乡长江东城也进一步表示 今日起到28号之前 轮天变道也将暂时封闭 也请用路人要注意 绕道而行以侧行的安全 据者石玉兰副理箱采访报道